嘿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Kevin 那么我现在是在美丽的九金山湾区 也就是我们通常叫做美国硅谷这里 给大家录制一系列的一个教学节目 那么这个教学节目的内容呢 是围绕着一个特别新出来的 一个很强大的一个web app的开发框架 这个框架的名字叫Meteor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的话呢 那恐怕你就来对了 这个是一个特别新 因为刚刚才出来 实际上是代表最新的这个web开发技术 它到底有多新多么强大呢 可能我倒不打算用一句话把它说明白 我想你如果有机会把这个 我们至少把第一节课走完了以后呢 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 这个东西叫Meteor 我们看它的网站啊 就是这个名字 Meteor.com 这是它的网站 当然了你现在先不用看 你先听听我讲就可以了 这个课程叫Meteor 101 就是101 也就是说特别简单的一个入门课程 我是想希望能通过这个介绍 能让大家了解这个框架 然后呢 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比较有动力 至于具体的内容 可能我们到102才能讲得到 那你们现在看屏幕上这个这个这个Mindmap就是我打算在101里面介绍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啊 首先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完全是心灵鸡汤 完全是心灵鸡汤 我就给你们讲为什么要学习最新的技术 因为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作为这个这个软件行业从业人员 如果你不能持续的有这种动力去精神去学习最新基础的话呢 你最终会面临淘汰的可能 通过这个介绍 我希望你们明白为什么要学习最新 以及为什么要选择正确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后面我讲 当然VTR就是你要选的东西 我会给你证明为什么要这样 那么下面就是我会花20分钟时间 那是第二节小段的内容啊 给你20分钟时间 我来做一个像Instagram这样的一个手机和web都有的一个app 你可以用手机去拍照拍张照片 然后拿下来 然后再往回来往上共享 是实时的 像这样的一个软件 我只用20分钟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当然是Based on Meteor这个平台才能做出来 我想如果你看到这个过程 20分钟走完以后 你一定会觉得这像罗树一样 那么想这么一个东西 以前可能要花一个team 要花一年时间才做出这么一个东西 我只要20分钟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花20分钟时间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下面呢 你就是我就讲一些很多名词了 就是为什么叫这个 这种东西我们叫全战 叫Fullstack这个development技术 那么什么叫全战呢 为什么要做一个全战工程师呢 好处何在呢 那么我们在那一节里边会给大家讲 最下面一块就是比较细节了 就是Meteor这个技术 可以我们把它秒杀其他技术战 它有七个特别大的一个优点和原则 我这里写了七个 你现在可以不用去把它看明白 我们到那一节课的时候 会把它讲得很清楚 而且你看了以后你就明白 的确的确没有任何技术 现在目前来说可以跟Meteor来媲美 来做这样的东西 后面我要讲一些技术知识 就是说学习Meteor技术的一些 有什么要求 你怎么样来学 又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 你来学背景 以及你用什么方式来学 那下面就是讲我为什么要来讲 我的风格与众不同了 那这个我们等会再提到那 我们先开头 我们回到第一块 这个说起咱们这个软件工程师 那个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经常自嘲叫马农 搞硬件的我们叫硅公 搞软件的我们叫马农 程序员 语言是员猴的那个语言 CodeMonkey 在北美也有这种说法 说是这个Code是一些trainedMonkey 就是被训练的猴子们 type进去的 这是自嘲了 但实际上呢 我作为一个在硅谷这边的一个 salt engineer 就是软件工程师 我自己来看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职业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想想 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来看 如果你不是官二代 富二代 也没什么黑社会背景 也不打算什么打杂抢杀 什么贪腐 嫖赌的 获得意外的财富 通常来讲 你要有一技之长 那么这一技之长呢 我认为如果你是做软件的话 相当的不错 因为就在硅谷来看 就美国硅谷来看 做软件工程师是相当相当收入不错的一份职业 那个跟医生律师比起来 可能是略微低一点 但是基本上是同样一个level 可是做医生做医师可不是那么容易 一个是门槛比较高 另一方面你每天面临的这个生与死 还有跟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 还有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时间地点呢 都相对比较自由 很多时候可以在家工作 你不用去挤车了 而且呢 这个行业还没有特别看重你的什么学历呀 什么跟哪一个师傅 哪一个门哪一道的 它不是特别多的这些要求 它就是说你要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 有没有学历都没关系 只要你肯学肯专业 能出活 那么你一定会得到一份不错的收入 刚才我也提到了 这个如果你在硅谷的话 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家庭收入 很容易可以达到美国前10% 美国的前10%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那么作为这个软件工程师来讲呢 你怎么能成为一个高价值 或者高收入的软件工程师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在一个这个技术的 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其实无论做什么行业 不管你是软件工程师 你是什么都其实都一样 你恐怕不会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 那么所以呢 你要是想在这里边比较top的那一种的话 有一个重要点 我觉得我给大家建议 这我做了20多年的软件工程师 跨了很多国家 那关于我的故事 我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慢慢去聊 还是蛮有意思的 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掌握新的技术 而且是最新的技术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 如果咱们干过这几年以后 干过软件工程师 干过几年 你可能就有这种体会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技术刚刚出来 而且刚刚走向这个trending 这个趋势很好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领域 你在这个领域开始 比较早的开始耕耘 然后经验支援支援 当这个领域需求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市场需求 特别特别的旺 但是有资格的懂这个东西的 或者有一定工作经验的 这个软件工程师 十分的难找 而且这一下就爆炸起来的需求 那可想而知 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 那你的每小时的薪资水平 一定是标的很高 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做 当然了 如果你现在学一个东西 咱们就是还不是你这样的 你现在学一个东西 是现在正在热门的东西 OK 那你现在是工作你也没有 刚才是零年开始 你现在开始学 OK 你从零开始build up 到一年以后 你有工作经验了 可是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很多人已经会这个技能 那么需求可能还是总在说还是比较旺 但是由于会的人很多 而在这些会的人里面 你的这个技能积累又比较短 你说你只有半年 或者一年的技术水平 你去跟别人有三五年的这个技术 积累的人去竞争的话 我想你不会拿到特别好的这个 这个好的位置 那那你如果返回去说 如果这个技术现在刚刚开始 比如这个技术出来才两年 你现在去去应聘一个这样的工作 那么企业有这个需求 需要找这样一个工程师 那么你现在就说 我已经有一年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经验 那你已经算是个牛人 因为其他人还是零年 甚至还没听说过这个技术 那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过来说 我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那就是大牛了 两年就已经是大牛了 当然了 如果有人跑过来说 我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叫吹牛 这个不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技术没有那么久 那么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 你怎么能够预测到说 未来什么技术 开始说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会成为一个主流 然后需求特别的旺 那你刚好happy to be 这个刚好是属于这个 比较领见的这个cutting edge 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到时候你获得很高的这个地位 很高的薪资水平 你怎么能知道呢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但是你如果现在中国的话 其实是有了可能 根据咱们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这个美国的高技术的 这个以这个软件工程技术来讲 要比中国早两到三年 或者三到五年吧 这种说法都有 这不是爱因斯坦说的 这是我说的 那么你就看现在在美国 在硅谷这边流行什么新的技术 你就基本可以判断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甚至可能更短了 我相信这个中国的追赶速度 还是蛮快的 在可能一到两年 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新的 一个起来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 就因为我现在在硅谷啊 我就在也是这个从业人 也是一直在前沿 这么奋斗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角色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比较负责任的讲 如果你现在去开始做一个 Full Stack Developer的话 那么你的机会是大大的 什么叫Full Stack Developer 这个词啊 叫Full Stack 叫我们如果一成中文 也叫全战工程师 那么我们下一个有一个 这个主要的讲 这个全战是怎么回事 技术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先把这个 先把关子卖在这 我先不说 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名词 叫Full Stack Developer 而且你是如果 用这个Full Stack Developer里面 最新的这样一些框架 和技术和语言的话 那么你在随后的 起码有十年左右时间里边 你可以在领先的这个领域 一直能把握很好的这个机会 如果你不信的话 咱可以看看历史啊 我们有时候说 叫历史告诉未来 移动开发 就是一个现在正在 包括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十分十分火的这个领域 那么其实差不多 也是十年前左右开始 可能不到十年开始 这个领域开始发达起来 那个时候刚开始有这个 比如IOS Android的developer 刚出来这个技术时候 其实也很少的人去琢磨 他不多很 不是很多人都开始去弄 但是他们赶对了一个机会 那么在随后的这三到五年来 开始这个技术 开始迅速的蓬勃发展 那么市场对这种 这个Native Mobile App的 这个developer的需求 十分的旺 我知道在前几年 大概两三年 我那时候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 我知道到处是在招这个 Android的IOS Developer 没有 没有那么多工程师会 大部分工程师 还是写Windows的App的 于是就这个水量传高了 这个薪资水平 哗就标起来 如果说我已经开发过一年的IOS App 在App Store里边 就几个 有没有人下载 还不知道的程序 你就可以标出很高的这个要求 那么你的工资就大大的 当然同时呢 也出现了一大堆的这种培训机构 就开始说 来这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我们就速成 给你光光光搞几个项目 然后一堆人 啊出来 然后简历上一改 哇学校很漂亮 去找工作 这个有句话说 就你要在风口上 诸如此能力吹飞起来 所以呢也会 但是但是啊 你总是比那些真正有经验的 要还是落后一些 你的薪资水平 尽管总体上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也达不到最好 因为你已经比他们晚了 那就是说现在哈 咱们说这个 我现在是2015年1月份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 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就是我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2015年1月份 如果你是现在开始 再选择一门技术来做的话呢 我当然不能反对你说 你要选择这个移动开发 学Android的developer 或者是做一个LSdeveloper 或者是Windows Phone developer whatever 我我没法说反对你 但是我要你三思一下 就说你现在再去做一个 正在流行的东西 等你学会了 可能需要一年 也许可能需要更久 算是有经验的公司的时候 市场还有那么大的需求吗 我是有怀疑的 所以呢 我说如果你现在开始去 进入这个市场 学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你原来是一个 旧的技术架构 你说是我想赶 赶向这个新潮流 选一个新旧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选 现在还没有变得流行的技术 你现在去学 其实是最好的时机 那么这个这个技术将来会替代这个Mobile Developer的开发 这个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么有的人可能最近也看微信啊 看什么东西 也有一些人在所谓高瞻远瞩 或者叫预示未来 说是未来的app会什么样 其实现在如果你看的话呢 可能已经有所感觉 就是这个HTML5 HTML5不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技术站了 是一堆东西组合在一起 这种开发技术 会在一段时间内 我认为不会太久 会逐渐成为这个 这个技术开发的主流 那么举个例子 就昨天我在看微信上传来的 一个消息 说是腾讯 我说我先说中国啊 美国这个故事很多 我可能就没有时间讲了 腾讯现在为这个 这个Developer开放了 这个HTML JavaScript的接口 也就是说你在微信里边 可以开发这种相当相当好的 感觉体验很好的 类似于NativeApp 这么水平的这种移动App 是在微信平台上跑 那这个必须用JavaScript来开发 JS JavaScript 操作系统就是 那个显示端子HTML5 跑在微信的这个操作系统 或者叫操作平台上 那这个很多人马上就反应很强烈 我看到很多人在写 哇 这个说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 腾讯在这个领域内算是 我认为还是相当重要的 这么一个角色 因为它的微信 事实上成为中国手机 一个操作系统 是在iOS Android on top of it之上 的一个操作系统 每人都在用 它可以自己跑自己的软件 如果它的开发平台 现在是用HTML5和JS来开发的话 你可以想象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那么你现在开始去动手去做 应该都不算太早 是好的时机 那么HTML5里边技术也很多了 就是说因为是新东西 所以尤其是open source的阵营里边 有一大堆大堆的这个框架出来 如果说的话可以 基本可以够写一屏幕的 你选择哪一个技术 这个其实也很关键 也要你看看在美国 现在是用什么机有最新 那么你现在就动手去做 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好的选择 我现在可以多说几句 还有些时间 先说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我可以讲一下 我为什么叫Meteor这个东西 实际上它是一个在JavaScript上 它的主要的语言是JavaScript 那么有人说 那这个JavaScript听起来 尤其是我在四五年前 刚开始觉得 理解JavaScript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小事 轻事 觉得这东西好像就是在 页面上搞点动画什么的 那么个玩意儿 后来逐渐的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完全是完全是刮目相看 尤其是从这个2011年或10年 我记不很准这个年数 这个node.js出来了 node.js就是node.js 我回头可以打些字幕出来 它可以把JavaScript的代码 可以在所有段去跑 这个一下子就产生了一套新的 这个出来一堆新的这个框架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想 如果你们做个web开发 也都会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前端你没得选 前端就是JavaScript 因为这个是浏览器里边跑的 目前是唯一的一个 未通用的一个计算机语言 那么在此之前呢 后端的语言就比较多了 这个Java比较早了 后来CShop跟Java差不多 又出来这个Ruby and Rail 像这个Python 一大堆这个server端的这个软件 但无论如何 我把这些叫做一个阵营 那是Ajax流行 我下面有一节课 专门讲这个Footstep 讲这的时候 这个全战工程师 那时候我会可能详细讲这一块 我现在就一笔带过 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的产物 但后来NodeDS出来以后呢 你想想它等于是说 JavaScript这个语言 从前端到后端全部给统一了 那么这个是Footstep 就从这差不多就 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主流的 一个框架和思维方式 就是说你用着同样一个语言 从前端到后端全部给打通了 那么这里边还包括一个叫 MangoDB的一个数据库系统 因为这个数据库的查询语言 正好也是JavaScript 它查询结果是Json 也是JavaScript的一个object的格式 于是就出来了一堆 以这个Node.js为基础的一个平台 那其中有一个叫Mean 这个是去年可能还是比较流行 还有好多backbone 什么的都稍微是过去点 那么在之后呢 现在呢是出来了这个Meteor 这个新的平台 实际上是这个三个月以前 也就是2014年的11月份 开始正式release1.0的版本 那我是很早的 我是大概在两年之前 就开始接触这个Meteor 当时还没有release 上这0.4 0.5 就那个版本 很早期的一个prepreprealpha 这么一个版本 我就开始在跟踪这个技术 一直在用 那么直到它现在开始 逐渐成熟 发布了正式的版本 然后也是这个 硅谷这块 也是风起云涌 有一堆追捧者 那我是其中的一个 还是追的比较长 之间比较长 我自己感觉从里面受益废弃 而且我已经用了这个Meteor 做了好几个项目 效果相当的好 速度快 这个体验好 而且这个成本也低 那么同样呢 就是说我自己也受到很多好处 从里面 所以我也想把这个技术 能补给给大家 希望能够让广大的这个软件工程师 马农 这个你们要是马农的 那我就是这个农业技术员啊 農科所技术员 对 農科所技术员 给大家来这个 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 整个这个讲座 这个学习过程中 能够掌握这样最新的这个技术 能够跟美国的 这些马农们一起 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不要再输了 我们已经输了这么多年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是可以在一个起跑线上一起跑的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